由洞洞教育学会 国家艺术联盟 及台北市立动物园 共同主办的 玩转生态花鸟之美 洞宝艺术家联展 于5月19日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 猫雄馆的国际会议厅 举行开幕仪式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代表蒋万安出席 并颁发洞宝 艺术家大使证书 给本次参展艺术家 今年是动物园的 110周年 大家有去过原山吗 我是去过了 大家都不想去手 因为根本也没有 跟他一起 林一华副市长 在开幕典礼致辞表示 大家对于动保的观念 一直在改变 生态保育也是社会进步 国家指标 自古以来 透过画家细致观察 生物之美 早已出现在各种画作中 生态 动保 艺术的结合 透过以动物为师的理念 达成和谐共存的生态圈 因为我是动保 跟他最贴近的 就十二生肖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我就要用书法 字中有话 画中有字 那我就从这十二生肖 而且从艺术里面 可以去紧说 所以这是我的创作 前台北市立动物园园长 即是现任动动教育学会理事长 叶洁生 以艺术之力 从美学到生态保育为题 期望透过专题演讲 增加生态保育意识 藉由艺术创作 引起大众对于大自然的保护意识 在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下 造成许多生物数量快速减少 为了唤起大家对于生态多样性的关注 今年正逢台北市立动物园110周年 主办单位发起本次展览 集结台湾各界当代120位艺术家 借由书画与动物的结合 创作出各种书画作品 我们就很希望艺术可以跟保育做结合 艺术可以为保育来贡献一份心力 那接下来会衔接我们的生物多样性 希望大家在看到这些漂亮的动物 或者是花草图像的同时 可以了解到其实 现在动物灭绝的速度 与一个非常快的速度正在灭绝中 婉转生态 动物花鸟之美 当代名家连展 节日起至5月26日 在台北市立动物园教育中心展出 欢迎有兴趣之民众前往参观 这一篇是我的这个著作 我叫《雪海无岩,飞龙在街》 只知道大家在动物园 那现在要花十十个颜色做海洋活 今天等于是不磨合 公民记者 魏学姐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